在新冠病毒家族 奥密克戎倾出于蓝 却并没有胜于蓝 无情的病毒竟然也有心思手软的时候 最近我们和朋友们的问候 不再是最近好吗 而是你养了吗 奥密克戎最近来势汹汹 防不胜防 但是别太紧张 因为新冠病毒它变了 我们现在面对的奥密克戎 并没有原始的新冠病毒那么可怕 它其实是一个在2021年11月 与南非首次发现的 2019年新冠病毒的变种病毒 哎呀 你可千万别听变种就开始冒汗了 什么新冠病毒还没有消灭 变异猪有一个接一个的来了 这是要玩死我们吗 因为说到变异 爱看科幻片的小伙伴们可能并不陌生 电影里面的变异人 变异动物都在杀伤力上产生了质的飞跃 要知道 蜘蛛侠Peter在被蜘蛛咬之前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男孩 甚至还有一点怯懦 但是在被特殊的蜘蛛咬一口之后 竟然成了变种人 立刻就解锁了超能力 飞烟走壁惩恶扬杉 直接进阶为超级英雄了 好 那么电影里面的变种的确是很可怕 但现实世界的变种可不一定 尤其是对病毒而言 虽然奥密克隆病毒相对于新冠病毒来说 在传播速度和感染力上变得更强了 但致病力却减弱了 可以说在新冠病毒的主谱上 儿子不如老爸 老爸不如爷爷 可谓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好像不太符合优胜劣汰的进化论 因此很多人就错误地认为 新冠病毒选择了以传播力强 致病力弱的方式来传播 但其实对于一个连细胞结构都没有的病毒来说 他们离开宿主甚至都无法独立生存 就更别提拥有一个能够选择人设的大脑了 病毒的演化它也是随机的 如果变种病毒致病性增强 死亡率增高 宿主死亡了 那么病毒也就断送了自己的生路 这并不利于病毒的传播 同时这么危险的病毒也会引起人类的高度重视 医疗团队会以各种各样的严防失守 人为的阻止病毒在人群中的大规模扩散 这对病毒的传播又增加了一道坎 相反的 如果变种病毒致病性减弱 就大大提高了病毒的迅速传播 新冠病毒在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变种病毒 2021年1月 阿尔法变种首先占据传播优势 5月份开始 Delta变种异军突起 传播力猛追至上 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 就逐渐取代了阿尔法变种的地位了 从2020年到2022年 新冠病毒的自死率一路下跌 接近了100倍 因此病毒界的适者生存 是进化出与宿主共存的能力 谁能够拿捏分寸呢 谁就能够走到最后 研究表明 地球上至少有32万种病毒可以感染人类 新冠病毒只是其中的九牛一毛了 在病毒面前 人人并不平等 增强抵抗力 才是对抗病毒的硬实力 凌亚